欢迎来到小哥布报 看得闹 更看门道 海盗打者张育成持续获得先发机会 先发单轮指定打席打第六棒 二局下半第一打席 小熊先发投手Justin Steele 速球精准的宵进内角低位置好球带 中间腰带高速球插绑界外 外角偏高速球选掉 显然就是想用速球压迫张育成的出棒 再配颗滑球掉掉看 投在外角稍微偏低还是被张育成忍住出棒 再走回速球外角高位置挥棒落空三阵出局 可能也有受到上一球拉出速差的影响 这球的转速来到2679转 高于联盟平均400转 又投在高位置比较不好攻击 四局下半第二打席 滑球漂亮走后门拐进外角大腿高位置好球带 提前落地滑球坏球 外角近腰带速球比较可惜出棒慢了急出界外 再一颗提前落地滑球选掉 外角低位置速球咬成近中路两个弹跳的强劲 滚地球 但打到游击不正被刺杀出局 虽然出局但又显示张育成的打击状况有所进步 张育成对这颗93.8mm速球的急球出速来到99.3mm 代表有咬中球星 只是急球仰脚不对 这是张育成本季对93mm以上速球的最快急球出速 代表挥棒速度有在持续进步 值得乐观看待 至于排名第二的急球出速91.9mm 刚好就是昨天打向右外野飞球出局的这球 六局下半两出局张育成第三打席 投手还是Justin Steele 第一球速球头到红中果断出手 咬中形成强劲平飞球越过游击防线 形成前中左外野一脸安打 终于终结连续12打数无安打 这球急球仰脚13度 刚好把球带起来找到大空档 Statecast显示有高达9.5的几率形成安打 急球出速也是进步中的92.4mm 掌握石头球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令人振奋 接着下一棒是大物新秀O'Neal Clues 也是咬中一颗速球 打在中右外野大墙上 形成深远二脸安打 同一时间原一类跑者张玉成 准确判赌会形成长打 球打出去就直接开始把腿向前狂奔推进 最后选择头肩布蕾拼本蕾得分 其实张玉成的跑速可以排到大联盟前35% 脚程并不差 但确实如果这球小熊中外野手Christophe Morrell 跟有机手Niko Horner的搭配将球回传本蕾 不是有Countras接起来的话 张玉成应该还是会出局 但刚好一个弹跳船飞了 张玉成第一时间还被捕收手套挡住 没摸到本蕾板 第二时间竟队友提醒不碰本蕾板终于安全得分 这样的拼劲就对了 让比赛更好看 玉成好样的 无论如何这分就是张玉成跑出来的 一点都不侥幸